这次凯米台风带来的强风大浪席卷了新竹县竹北市上海滩到新越沙湾之间的沪岸石块 那么一颗颗都已经被冲到了五月才失作的自行车道上 长达有950公尺 县长杨文科前往会刊 那么目前是拉起了封锁线禁止出入 要来增设提防保护 凯米台风在新竹县外海刮起11级强阵风 导致大浪席卷竹北上海滩到新越沙湾间的沪岸石块 一颗颗冲到五月才失作的自行车道上 县长杨文科前往视察灾况 上海滩的这个石头被堆积到我们的这个滨海的这个自行车道 这个地方最好能够加盖这个堤防 否则这个危险性很大 那我们今天也看到这海浪非常大 那我想从上海滩到新越沙滩这一段 是我们要立即来规划来争取预算来兴建 那从这里到我们的新丰 冯花炉这一段的话 距离大概有两公里长 那我想我也请这个焦鲤处 立即来做一些可行性的研究 县府市坐滨海自行车道 北起凤坑沙湾 南接水越翼向景观桥 上海滩作为串联的中间点 这次受石块影响 约950米长 并未损坏车道 只是石块重一人几乎抬不动 焦旅处已封锁禁止出入 委外厂商清除抢通 但一天还是有上百位钓客和游客前来 地方判能征设堤防保障景点安全 多的时候是上百只钓竿在钓鱼 游客都是上百人的 最少要三五十人 每天都有人来 希望政府能帮忙把这个提防做起来 每逢遇到大潮 东北季风大潮的时候 这个石头就飘上来了 就滚上来了 尤其是台风天更不得了 希望县府能够提出这个计划 来兴建我们这边的海堤 那委员在中央一定会配合我们地方的需求 积极来争取经费 当地十多年前才有台风 引发海水倒灌 余温农田 八年前设置的销波块 也已下沉失去功能 将透过县府提送计划 尽速向中央增设堤防 守护沿线居民和观光安全 在这边